本土、民主、反共 普羅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大香港早晨 主持黃陽達、黃毓民 早晨 大香港早晨My Radio及熱血時報聯播的早晨節目 上午8點09分 今天是1月18日星期一 雙傑推咪 湯姆在這裏 Kristine在這裏 阿康在這裏 欣蓮在這裏 我陳四在這裏 那為何會介紹一輪呢 等checkroom你肯定一下有沒有聲音 好像今早有少少 意愛 有少少吵架 有點擔心 那你告訴我是否OK 昨天大家都很努力 昨天去準備這個節目的資料 星期一就是有愛有幸的 資料就多 肯定有話說 不好的地方就是多得都不知道怎樣剪裁好 是 想要整理好這些資料 我們第二節會訪問梁文韜教授 講關於台灣選舉 今天就講講台灣 怎麼知道 台灣未有空說 昨晚晚上晚上就突發消息了 去到大家都覺得很震撼和很驚人的發展 之所以買空拍人 昨晚大家都激烈去尋找這個事情 就是銅鑼灣書店的其中一個老闆 貴民海 失蹤多時 10月開始 是嗎 10月17日 10月17日開始 泰國就報稱失蹤 大家都覺得是被大陸佬夾走了 綁回大陸 因為泰國沒有出境紀錄 到現在已經是三個月有很多 連同幾個銅鑼灣書店的銅人都失蹤 到最近就是李波 事件越演越烈 加上有被寫信的情況 有短片 昨天也有短片的 關於貴民海 為什麼是貴民海 貴民海是討話的 這個待會再慢慢討論一下 簡單來說是假的 大家都明白了 這件事 昨天晚上 我想大概應該是7點多 8點 有消息出現 你們說一說是什麼事 昨天晚上報出來的事情 昨天晚上CCTV出了一個新聞 就是一個貴民海 那個報道就是貴民海 一個自首的自拍片 片段 片段裡面有說到 其實她這次是回去自首的 因為原來2003年的時候 即是她說 涉嫌一宗 走後罪嫁 撞死了一名女大學生 然後就因為害怕刑責 判了兩年之後 然後再緩刑兩年 但期間就用其他人的身份出國 這次是因為受到良心的集備 所以才要回到大陸那裏自首 央視就報道了這個 這個貴民海的自拍片段 主要就是說回 其實她這次是 跟其他人無關的 希望大家尊重她這個自首的決定 還有雖然她有瑞典的國籍 希望瑞典那方面 就尊重她自己 覺得她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希望不要再干預她們的事情 主要就是一個這樣的新聞出來 昨天有這樣的片段 央視其實有一個 一個節目 一個叫東方時空的節目 一看到有一個女人的主持 就出來說 龜敏海說 龜敏海這件事 我們要由十二年前說起 然後她說 就是因為她撞車 就是剛剛Christine簡述的情況 裡面就展輯了 她們稱為桂敏海 應該是我們叫做桂敏海 她自己的一些 所謂短片 她自己自述的短片 裡面其中有一些真的很爆發 我們聽聽桂敏海說什麼 我們把片段剪了出來 聽聽說什麼 這就是昨天驚人的片段 桂敏海跑了出來 自己就承認了 今次回去就是 自首個人自願的 自願的 自首的 那就是和十二年前的一個 醉酒駕駛 導致撞死一個大學生 女大學生的事情有關 這樣就 都不會是真的 OK 不是覺得案是真的 單案就是真的 對 開始把資料慢慢砌出來 這件事是說什麼呢 就是 中共終於找到一件事去做 終於找到資料去做 這件事本身是什麼呢 就是 現在桂敏海走出來說 她是牽涉了一件案件裡面 那件案件就是醉酒駕駛 導致一個女大學生死亡的事件 這件事發生在十二年前 這件事發生在十二年前 在寧波 寧海 寧海罪駕的事件 寧海罪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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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歲出頭 就過了生 這個資料我們怎麼找呢 其實就是 去回 因為2005年 新華網 當時有出過這一篇 車禍的報導 就是跟 央視國際 是 就跟桂敏凱 寧海罪駕駛 那個案件事是吻合 寧海罪駕駛 而且吻合照回來讀 寧海罪駕駛 即他比較從 當年的車禍的報導 即現在比較從 當年的車禍的報導 跟桂敏凱 跟桂敏凱 說的車禍的事件 這個昨天晚上的說法 很大笑 那個司機名 地點 日期都一樣 但是 一樣不同 就是司機年齡 因為2005年的 那個報道裏面是說司機是44歲的 但是現在桂民海是51歲 2003年的時候他應該只有39歲 所以其實有個年齡的差距 其實桂民是否同一個人呢 我們已經知道是否不是 這就是其中一個疑點 就是這樣 相差了五年 其實名字也不一樣 你說他的英文譯音是一樣可以這樣說 有這個的差距在說 其實剛才Cristine有說 追查如果你在網上找資料 即大學的網站 其實在十年前有很多 其實有提過這宗案件 這個是一個當作新聞的形式去報 其實當時就說到 有個桂民海的人士 就是撞死了一位女大學生之後 那個的判決和之後的上訴情況 當然啦 跟昨天桂民海走出來說的當然是一樣 因為他照回來讀的 如果你以一個不陰謀的陰謀論去看 你明白啦 那他就說 因為他當時呢 桂民海他就說 就是他昨天那個自白 就說 因為害怕一些刑事上面的責任 或者是 這樣就 用他人的身份 就逃離到外國 但是看回當時那個案件的判刑 他是判了有期逃刑兩年 其實就說是不需要坐牢的 其實罪駕撞死人判兩年 然後還判刑兩年 已經是 已經很荒謬了 已經是 已經是 已經用中國特色了 已經疏通了 是的 我覺得已經疏通了 既然是這樣 他為什麼還要精心設計去潛逃呢 你已經是不需要坐牢 你也是賠錢 那為什麼還要精心設計 用他人的身份去潛逃呢 那就是有更加多的疑點 因為2006年大陸的法院 就撤銷了這對桂民海 兩年緩刑的決定 現在報道是這樣寫 但找的資料當然是找不到這些報道 究竟法院最後有沒有判決到 找了很久都找不到的 這件事就是這樣說 所以他要畏罪潛逃 因為法院取消了他緩營的決定 不是因為畏罪潛逃 所以撤銷緩營 就是他怕 那你回來吧 你怕又要坐牢 那我現在不用你坐牢 那你回來吧 這個什麼邏輯 因為就是 我覺得很多事情都很不合理 不過當然你 這是中國 我覺得是一個 容許時速80公里的地方 原來是經常有人橫過馬路 我覺得已經很不合理 那這件事就有了 最終發生過交通以外 根據這個報道 有個女大學生過身 然後就抓了季敏海的人 那個年齡和現在我們所說的季敏海 年紀大了五年 當時2004年的8月 法院判了他有期徒刑兩年 然後就緩刑兩年 這裏報章聲稱 看回現在資料的聲稱 就說期間 這裏緩刑的期間 就不能出境 這樣 亦都說到 就說季敏海 就因為怕坐牢 那就緩刑了 這樣 就怕坐牢 所以就冒用了別人的身份證 就 以出境旅遊的名義 就走了出去 這樣 如果是他現在就不會叫季敏海 這樣 如果不是 他會不會有可能由季敏海 化名做季敏海 那你就化過離譜一點的名字 如果是這樣 即是常識而已 好了 去到這裏 暫時停一停下來 好 接著就 第一件事 如果昨天大家要找資料 大家覺得 其實一看一條片就不對勁了 一看一條片就已經很離譜了 這件事 好了 大家想追查這些資料 那怎樣追查呢 那你都是憑網上的 那你的時間不會去翻查很多文件 紀錄 黑和白的東西 何況大陸不知道有沒有 這樣 也會有多少東西 可能會是作的 有些可能是真的 好了 現在其實大家找出來 不論昨天很多媒體 很多不同的作家 或者很多人士 都找到 剛才我說過的一個網站 就是央視國際的網站 在2005年4月11號 發表了一個文章 有說過這件事 昨天在CCTV 剛才湯姆國提的節目 都有訪問那對父母 又說到多慘 又說現在都很掛念 又說就算搬屋 都留間房間給他 總之又那麼擅長 又那麼擅長 這個精心策劃 因為整個月 什麼都拍好了 文匯都有用這種手法報道 是的 這樣又說到很慘 很慘就不要緩刑 罪嫁這件事 好了 如果拼湊這件事來講 他剛才說得對 現在多傾向相信 是當年12年前 是發生過這個車禍的 是有這個車禍的 一開始我看 可能整件事都是流 整件事都是作出來 好了 如果這樣看 即是找到父母出來 是的 如果你有看 當年12月的電影 是當年12月的電影 當年12月的電影 我忘記了名字 就是這樣 即是共產黨的事情 可能這個是真的 好了 終於找到 可能現在推斷 不過大家都會相信這個推斷 就是這個名字很近 不如三安八做一 那個年齡差一點 大陸人這些年齡是這樣的 報契掃的 經常都出現 經常都有的 又有幾期 不要管了 做它 甚至昨天 昨天晚上較早時分 簡直是說桂民海就是李波 即是桂民海就是李波 根本就收命令 有問題 你剛才說的 就是《環頭時報》 其中他出網站 就是不知為何 是這樣的 不知為何是這樣的寫法 就是桂民海 就是李波 就是李波 就說 有同樣的標題 就是 追加潛逃 李波又我們追加潛逃 就是 這條線是怎樣 你現在感受到 上面就是兵方馬亂 現在要想辦法處理這五個人 是怎樣上去 然後 你現在可能 可能 就是 找到一個名字差不多 不如就做他這件事 當年桂民海 是不是在中國 是的 在這裡 查了 根據媒體的報導 他在這裡 不如就做他是 是桂民海 是桂民海 那個名字差不多 英文一樣都是MIN 不如就做這件事 叫他拍 這樣 他不肯說的 那怎麼辦 中國有很多武器 是不是 拿北韓的輕彈過來 這樣 去叫他 叫他拍 有什麼不行 周子瑜都行 每個人都是這樣拍片 寫信也好 什麼都好 視頻也好 什麼都做 好 接著就要做這件事 叫他吻合這件事 現在其實就是 一件事都不吻合 我這樣說 年齡不吻合 名字不吻合 然後你說就是他 還有他在泰國巴提亞 他自己的公寓裡 被人帶走 是有田 是啊 是有人帶他走 現在又說自願 現在又說什麼都自己 自己搞成 接著最厲害 叫瑞典不要搞 叫瑞典 我是瑞典人 不過我首先都是 我條根在中國 你就不要來 好了 這件事就是 昨晚整件事的拼湊出來 接著不止 在下午時睡 昨晚我也想睡 在下午時睡 另外還有一封李波的信 走了下來 李波的信 其實包括頭條日報 以及星島日報 都有相關的報告出來 星島今早的頭版 就登上了一封李波的信 其中有上面 兩頁子 頭一頁子上面 有些遮掩了 但是後面那一頁 就寫了出來 李波寫給她老婆的信 裡面其實最主要是說 這次回來 所謂內地協助調查 進展非常良好 現在向好的方向發展 另外就說 發現阿凱 其實原來 意思是桂民凱 原來她有極其複雜的背景 又牽涉了一些交通的罪案事情 現在我也是被她連累 在那封信上 撞死人有什麼連累 假設這件事真的發生 現在你有個朋友 或者生意的夥伴 因為罪嫁 假設下一次起床 因為罪嫁撞死人 又怎麼會把你抓呢 十二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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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 罪嫁撞到人 之後 我偷渡回大陸協助調查 梅香正也不給了 你又說得通 他是這樣的意思 他說發現原來 原來阿凱 他講桂民凱這個人 背景很複雜 原來在大陸撞死人 他不是直接指罪嫁 就影響到他 撞死人有多複雜 他就說原來他有很多一面 我是不知道的 又可能涉嫌犯了其他罪案 這次就是他連累了我 他是這樣的意思 這裏就留了尾 在後面 因為現在大陸有一群編劇組 在這裏左拼右拼 現在立先調了頭 那頭就是他撞車 現在下一個問題就是 那四個跟撞車是關於春事 就是為什麼 你牽涉在裡面 現在就要想辦法寫 那我教你怎麼寫 你說他們四個窩床罪犯 他就拘捕他們 對不對 窩床在兼記車房 就知所謂就是銅鑼灣輸 打個褲子在後面 你再看之後的故事是怎樣 一定是有這麼離譜 就這麼離譜 他還有記著講的那個家書 他就說 有人以我入境的方式為藉口 大肆攻擊一國兩制 攻擊香港特區政府 更加可恨的是 居然污辱我嫖娼 真的豈有此理 污滅我 污滅我嫖娼 真的豈有此理 是的 叫吳亮星解釋 是的 叫吳亮星解釋 現在李波有個親不信 說你現在屈他叫計 你現在給我搞定他 老朋友 是的 你現在解釋這件事 好了 表面的資料就是這麼多 表面的資料是 沒有可能信 沒有可能信服 這條片是他自願地拍的 沒有可能 就是你只是看這條片 你基於這條片看它的款 背後的資料就是 一拉拉的銅鑼灣書店 五個人 接著竟然是跟交通意外有關 只是這一個跟交通意外有關 那四個為什麼會失蹤 現在所有人都在大陸 你都不能夠否認這件事 那麼那個關聯在哪 如果那個關聯 現在你帶出來 你透露出來的資料 只不過是一個交通意外 不能信服 好了 這個就是表面的證據 表面證據不能信服 名字不吻合 連名字不吻合 你要不公開申請號碼 對對 當然了 你現在可能做就做到 你很難跟中共講證據 這個時候 他沒有事情做不到 或者在文件傳黨那方面 是有辦法 拭除而淚 之所謂 令人信服 今天最要留意是什麼 今天最要留意 就是香港那班官和議員 可以說什麼 但面對這樣的劇本 打咪咪真的很好笑 走去問建制派議 喂 搞這些事情 你信不信 他都呆了 我想 他不是會跟你說 你說這件事是真的嗎 大哥 這是智慧大測試 其實我們香港和大哥 本身有些機制 如果香港人在大陸犯了案 會怎樣處理 我們已經進一步 用那個機制去跟進 我覺得他們都是這樣說的 所以港人就不需要擔心 在大陸中有什麼事 他們會避開 是真還是假 這件事情 也是 是 我覺得我們建制派那些 最主要都是會說 哇 這些是大陸的調查 不是 但實在有些好諸 那些議員 就是蔣麗文 那些困難 一定是先在Facebook 就寫出來 證據確鑿 現在我們終於明白 這件事 一定是會有的 我覺得如果你說建制那些 他們會反而拿出來 這些我們要遵照一國兩制 現在他們在查的東西 我們就不要那麼多加罪了 然後就說 桂文海又不是在香港被捕 然後警方接不到他失蹤的報案 所以其實這件事 我們就不方便評論 通常都是這樣 食屎 田北辰有個說法 他就說 官方這次發布的消息是有壯大突破 但是不能夠解釋 其他店員為什麼會失蹤 其實他的說法已經肯定了 他是相信桂文海 是因為交通意外而移 他去著草 然後回大內自首 他是相信了 他的說法 就是他的說法 其實這些文匯 或者大公 統一口徑 就說桂文海其實是鬼敏海 這個已經夠新鮮的消息 原來他十二年前有這樣的案 原來他這次回去自首 就算聽起來多麼荒謬的事情 對他們來說 總之有一個可以解話的故事 他就拿出來說 他不需要求證 對他們來說 他完全不需要求證 好像李波一樣 他也不需要求證 李波現在告訴你 他現在寫了幾封家書 又拍影片 告訴你 他自己是致願回去協助調查 他也不需要再去質問 究竟這段片是否被迫 迫去拍 或者李這家書 是否被迫去寫 他完全不需要求證 接下來接下去 我們很少說他們的名字 張志平 呂波 不是李波 呂波 還有林榮基 未來這三個 可能又有其他的故事 總之 每個人都有一個說法 告訴你 他就不是被大陸 共產黨也好 任何機構也好 任何公安機關也好 因為出版問題 不是捉他們的 不是被人佬劫的 總之是他們全都自願回去的 基於不同原因之下 就自願回去 我也覺得這件事最 我昨天看到這件事的時候 我覺得很恐怖 有一個恐懼感 恐懼感是什麼呢 恐懼感不是在於 他們在境外執法 抓人 這當然是很恐懼的事 很離譜的事 其實是全地球所有國家 都需要關注的事 就是有一群大陸人 可以隨時在你的眼皮下 在國境裡面 任意妄為去抓人 這是一個恐懼 另一個恐懼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看看那條片 沒有辦法相信 他拍了一條沒有辦法相信的片 他提供了一個 沒有辦法讓我信服的故事 他沒有辦法 釋除到人的疑慮 當然你會說 這個疑慮是牽涉到那五個人 但是你再想想 不是的 牽涉到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可以被他抓 而那個恐懼在哪裡呢 你看到他連這個鬧劇都寫得出來的話 就是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府 是不懼怕國際輿論的 這個時候 他是不怕世人笑他 他是不會感受到有傳媒的壓力 有國際上的壓力 甚至有國際間 政府與政府之間的一個交涉上面的壓力 你現在抓了一個瑞典人 大哥 另外還有一個是英國人 而雖然他的樣子 不是雖然 他的樣子是黃皮膚 黑頭髮 然後你次次實實就說 因為他一個中國人 或者你現在還說他在中國裡犯事 現在他是連這些都不理 他連這些都放在一邊 就是因為他們的政治原因 可能因為他們的政權的危險 那個原因 去摒棄了他們 不是摒棄 其實他從來有沒有重視過 我也擔心 而當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一個做假的這麼厲害的國家 一個對於地球傷害這麼大的國家 對於人權這麼不重視的國家 對於環保這麼不理會的國家 他去到某個程度 原來他可以告訴你 他可以弄爛臉 他是不需要理會全世界 對他的指責 對他的看法 對他的看待 以任意妄為做些事 接著就寫了一個故事 就是這樣 你就不要理那麼多了 就是他可以去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當你有任何外國的傳媒也好 或者你那些政府部門也好 出來就這件事去評論 或者去質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 那你外交部的發言人 什麼華春瑩之流那些 就走出來說 這個是內政問題 這個是中國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言問題 這個傷害很深遠 就是因為這件事之下 其實當然 本身你說什麼都不會有人相信 但是你進一步 將自己的國家的名聲 推向北韓化的大佬 就是你有一個不能接受的地步 是怎樣說 如果你用回他的思維 你怎樣作為一個殃殃大國 之所謂 你怎樣作為什麼禮儀智邦 又是什麼中國 就是你很難要我們這些有些老的人 真的去去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就是我 奇此大佬 情情是中國人 情情是中國人 因為我要告訴別人 我是白痴 要放下 是啊 要放下這麼大的廉恥 才能承認到 是中國人 不是 羅智祥 羅智祥做得不錯 他厲害 他厲害 不是小豬 不是小豬 很厲害 羅智祥做得不錯 然後你說這些就推奪 我們不如走回常識角度去看 第一次元之前 即貴民海 貴民海撞死人 撞死人 然後換了刑 判兩年 換兩年 按他們的說法 對啦 我不知道按大陸撞死人 判成怎樣 之後呢 其實你看回 十二年前 央視國際那個文章 他那裡寫 就是其實他家人 他不是要求一個刑事上的重罰 他要求民事索償 要求民事索償 100萬之後就可以 起小學 或者做一些 社會貢獻 社會貢獻之類的事情 但是今天的說法 就講一下貴民海 走出來就說怕坐牢 不能怕坐牢 沒有人說要你坐牢 他要你賠錢而已 當然是這樣 即不是這樣說他 即是說 守法是這樣 這個說法不成立 第二 如果你說他是用了 第二個人的身份 離開了的話 那是不是等於 他本身叫貴民海 然後就改名做貴民海呢 還是他另外有其他名字 離開了呢 好了 假設是一個畏罪潛逃 怕坐牢潛逃 一個畏罪潛逃的人 你不會走出去 這麼高調開這麼多這些會 即是你不會成為一個 有人認識的人 即是如果你是 即是你會隱性埋名 當然是真的隱性埋名 當然是不出現 然後如果你是 你真是一個畏罪潛逃的人 你真是一個罪犯 你真是偷渡離開了中國的話 其實正常人 你不會開銅鑼灣書店 你不會走去 他無端端每年都在寫這麼多書 去罵共產黨 是不是撩膠打 你捉我吧 我是一個潛逃的罪犯 我現在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寫書 寫照你 還要出什麼 我啊 是這樣的 12年前那個 你記得我嗎 你用腳跟著想想 你合理地 你想辦法讓我相信 我已經是很蠢的人 我已經蠢得 是不要工作做節目的人 我一個這麼白癡的人 我都信不到了 大佬 這裡坐在路五個都不可能相信 整個香港有路 整個地球只有五分的人 相信你是中國人 其他 你怎麼相信啊 真可憐 聽到這件事 然後你作了一條故事 好了 現在你最大的難題 第一就是你拆這個蛋 第二你還有四個蛋 我不知道你怎麼處理 李波在拆的 算了 李波的名字容易找 但因為另外那三個人 他們是在大陸失蹤的 林榮基 那他不需要跟別人交代 他可以說 沒有人報案 大陸失蹤 他說什麼都可以 其實他照慣例來說 都是大陸失蹤那些 那就是砌一條政治序下去 很常識 艾美美那時候也是這樣 先捉了回去 半年之後就說 你犯了什麼罪了 就是不用再作個故事 為什麼他要偷渡回去 因為現在李波和桂文海 就是要給一個理由 他們為什麼要偷渡回去 如果是撞車 十月足了 十月尾 你說出來就可以了 你現在做那麼久 又拍片 又吃買空拍人 現在要補拍 然後拍一條片 梳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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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以他技術做不到 我肯定以大學技術做不到 不是 好像膠強 以Comity他都 CG 他都搞不定 最怕他起洋洋 我覺得他處理不到 帶出來是 然後昨天還有一件炸彈事件 就是在酒店 然後又說酒店裡面 本來就是法輪功的會議 搞到開幕 在尖沙咀 我士顛道 不要國際賓館 越來越離譜 是 將那個言論打壓 出版打壓 去到 去到 瘋狂的地步 嗯嗯 在任何一座面 要李收聲 是 是去到一個 當然 你看到就是 他的打壓很大力 其實他 他去到一個 任意拉人 在境外拉人 拉回去 然後砌一個故事出來 去到 今次 就是昨天 在酒店發生一個 假的炸彈的事件 你說是否針對著法輪功 這個就 見人見智 你自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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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你自己想 他是不是針對著法輪功 而定 但如果你說是 他把那個言論自由 你把香港人的自由 壓到去 這麼大力 去打壓這件事 其實你反過來 反映的就是 現在 中共領導的那種脆弱 包括他在經濟上 而引伸他在政權上的脆弱 這樣東西是 我們的笑容是微微向上的 我只可以這樣說 是 只可以留意事態發展 因為始終都是 發生了不夠24小時的事 看看各方的反應是怎樣 我們 不要押了這麼多時間 休息一會回來 就講台灣的事 訪問一下梁文韜教授 聽他說什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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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